德入元位 第一个善修平等法界 就是说前面观平等法界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那么常常观这个就进入信心位 是信位 所以第一个观平等的法界 就是一心的真如 再来善修慈敏即入念心 慈敏就是前面讲的 发菩提心 敏至敏他 慈敏说我自己无量解来 人家阿弥陀已经成佛 我们现在还在做什么 然后众生又还在受苦 所以我上求佛道 笑话众生 那么善修慈敏这个菩提心 就进入念心 就是实信位的第二个心 叫做念心 再来第三个 善修即造入精进心 即造就是前面说的 这个用这个安心止观 修止观 子叫做己 观就是造 就是修心止观的意思 那么因为我们修心止观 善修即造 就进入精进心 时时刻刻修止观 那么什么叫即造呢 造就是一般我们说 像任元经说常驻妙明 本如来藏常驻妙明 那个常驻妙明 妙明真心就是造 那么我们观这个常驻真心 性静明体 这个本性就有常驻妙明的 这一个角度呢 叫做造 或是常驻妙明 那么即呢 就是经典说不动 清静本然 常驻不动 叫做己啊 不是说嘛 如来藏常驻妙明 不动周圆 妙真如性 妙真如性是不动的 那个不动性 叫做己 那么观我们心的这个不动 本性的不动 本性的亲近 然后再观我们本性 有这个常驻妙明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 如果用任元经啊 因为大家都刚听完任元经嘛 就是观什么 本如来藏常驻妙明 不动周圆 妙真如性 就是这个观如来藏妙真如性 那么如来藏妙真如性 它有不动性 妙占种词 不动尊 叫做己 常驻妙明 叫做造 只是名词不一样而已啦 实际上的内涵是一样 那么因为以前的祖师啊 为了要简单说 因为写书或者是科书啊 如果写很多字 就要花很多的这个资本嘛 以前都是木科的啊 所以他们就用很少的字来 设一个道理 所以 吉呢 就是妙占种词 不动尊 好 守任元王 是稀有 这个不动 叫做吉 造呢 就是如来藏的常驻妙明 好 那么善修吉造 就时时刻刻 都以这个呢 止观 吉造 来观照这个心啊 所以进入静进心 这个是十性位的第三个 好 再来第四个修破法片 好 破法前面就是说第四 十胜观法 这都是十胜观法 好 十胜观法 第三个就是修始观嘛 好 第四个就是破法片 好 破法 这里说破法呢 主要是破剑尸或沉沙或无名祸 好 那么破法就是破剑尸烦恼 沉沙无名 那么 三个都破了 叫做破法 剑尸祸就不剁这个三戒嘛 那么沉沙祸就不剁这个僧文嘛 那么无名祸就不剁这个全教的菩萨 所以入慧心 叫做破法片 第五个呢 善修通善 即入定心 就是四通善 那么我们上礼拜有讲 三观是通 那么烦恼是善 简单说 智慧是通 烦恼就善 那么我们要善与修 我们常常要起智慧 这个智慧观照 也就是说 戒定慧是通嘛 贪嗔痴是善 那么常修戒定慧 洗灭贪嗔痴 这样呢 入于定心 第六个善修道品 入不退性 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 我们上次说 四念住 四如意主 四正寝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那么调四道品 就是说我们要调整自己 应当要修什么 调整 那么这个善修道品 入不退心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七菩提分里面一样 如果我们心快要沉没了 发不起心了 我们就要发喜心 怨心对不对 或责法 比如我们有时候要 这个散乱了 那么我们就要修定 修治 如果我们现在要退心了 那么赶快修 要发愿 等等 这个善修 这个道品 再来 善修正住 入回向心 正道跟住道 我们上次说 正就是修原教 一心三观 那如果现在一心三观修不起来 我贪心很重 那么就修补净观 散乱很重 就修属习观 因为这样很重 就拜参 念佛 都可以 不一定要一指一样的 所以这个叫做 善修正住 比如说我们以念佛为主 那念佛念不下去 你也可以读经 要打坐为主 打坐坐不下去 也可以拜佛 打坐坐一直昏尘 要睡觉 也可以精醒 那么就自己调整 善修 善修就是想办法 再来善修凡胜畏赤 即入互心 我们这个叫做知畏赤 知畏赤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菩萨修行的阶位 由凡夫到圣人 他的阶位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心 什么阶位当中 要了知 了知自己的胃赤 如果我们以胃赤来说 像人家问尔毅大师说 你胃赤在哪里 他说我在明治佛 人家问智者大师说 你的胃赤在哪里 我在无品观恨位 问会师禅师 他说 我在六根清净位 就是这里实性位 实性位 所以自己知道自己的胃赤 自己知道自己的胃赤 那么当然我们是凡夫的话 我们也要知道自己在哪里 才不会以凡滥胜 以凡夫自认为是胜的 就像父佛外道很多 就认为自己是佛 是菩萨 一些外道 他们刚学佛 他也不晓得 就自称为佛菩萨 那么这个就是不知道为此 那么挤入护心 能够护念自己的心 善修安忍挤入戒心 我们能够安忍 能安忍 我们上次说 强谋软谋都能够忍 也就是说 强谋就是不好的境界 软谋就是顺境 强谋就是逆境 简称就是八风 力衰毁欲称其苦乐 都是相对 有力就有衰 那力也能够忍 衰也能够忍 有悔有欲 悔欲是在背面的 称姬业是在面前的 面前称仰你 讥笑你都能够忍 那么苦也能够忍 乐也能够忍 叫做能安忍 那么戒心 能够戒止自己的心 善修离着即入怨心 最后叫离法爱 不执着 那么这个叫做怨心 使是六根清净位 六根清净就是眼跟耳根 都清净了 如果依照法华经说的 六根清净位虽然是肉眼 也能够见到四方的诸佛 虽然是肉耳 也能够听到一切众生的音声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声音 通通听得到 所以蚂蚁讲话也听得到 蚊子断脚也知道 那么那个六根清净位 他就是能够做到这样 那么这个六根清净位 初心任运先断见惑 正位不退 如果第一个信心 时性位第一个信心的话 就能够断见惑 种种的这个 身见、边见、戒取见、戒取见、邪见 这些不正见都能断 正位不退 位不退就是不退凡夫 不退为凡夫 进入圣位 第七心任运私货断境 私货就是贪嗔吃慢 我贪我吃我慢 这些都能够断境 到了八心九心十心任运断境 戒内戒外成杀 正行不退 那么这个是十性位里面的 第八、第九、第十 那么这个 他断戒内跟戒外的成杀货 三戒内的跟三戒外的 三戒内的成杀货就是说 我们上次有说过 成杀货就是当他正空而直于空 不能去了解元起的假法的时候 不能够知道众生的因缘的时候 比如说阿罗汉虽然是阿罗汉 他也不知道他叫他修属习关 或者是修不信关 那么佛就能够知道 那么这个叫做戒内的 对于众生的这个见识烦恼 他相应的法门 他不能够知道 简单我们说 知病、示药、应病与药 叫做成杀货 他不能够知道众生的病 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法门去对治他 然后他也不能相应 这个人他的烦恼 用什么样的法门去对治他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看六十三页 六十三页说 第二行 七星任运 失货断尽 那么失货断尽 就等于我们一般藏教里面说的阿罗汉 阿罗汉果 所以在这个原教的这个十姓位 六根清静位 他断烦恼到了第七星的时候 就跟阿罗汉一样 见失货都断尽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像慧之禅师 他说他就修到这个地方 那么当然七星位他是断失货 贪嗔吃慢 那么八星呢 十姓位的第八个星 我们刚刚说 护星 戒星 怨星 第八星 第九星 第十星 任运断尽 戒内 戒内就是三戒内的 三戒内的时候 成杀或就是说 当这个身闻人啊 正空而执着于空 不能够了知众生的缘起 也没有学种种无量的法门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去教化这些人 那么这属戒内 那么戒外承杀 三戒外就是三戒外就是方便友谊图 方便友谊图当中啊 身闻人他不能够发菩提心 因为他只空 而住于空的时候 他不能够去骗学这个无量的法门 去度无量的众生 那么这些叫做沉沙 那么到了十星位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正了 正行不退 行不退 简单就是说菩萨行不退了 菩萨行 他能够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 法门无量 寺院学 那么也度无量的众生 那么叫做行不退 菩萨行不退 与别教时回向奇 跟别教的时回向一样 所以那这个叫做六根清静位 所以六根清静位 不但是能够像阿罗汉这样了生死 而且比阿罗汉更加的殊胜 四名圣位 出著以元官吏 分破一品无名 到了十住实行时回向这个出著 出著以元官吏 以元教 观这个平等法界 出法十相的这个官吏力 分破一分无名 能够破一分无名 一分就是我们前面说 这个 别教的时候出地破五名 元教的时候出著破五名 破一分无名 那么无名有很多分 三心圆发 三种心发起 圆发就是同时 圆满发起 三种心 为元因善心发 即解脱的 了因会心发 即剥热的 正因理心发 即法生的 那么这个叫做三心圆发 第一个 圆因善心发 那么这里都有讲这个因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因 就知道它是在因 那么解脱的是在果 所以我们因呢 叫做三因佛性 那么果呢 叫做三得密葬 因叫做佛性 三因佛性 那么果呢 就是叫做三得涅槃 或三得密葬 果叫做三得涅槃 那么因叫做三因佛性 那么第一个叫做圆因善心 圆因善心 圆因善心如果发 就能够成就解脱的 圆因善心就是我们能够 时时发起善心 那么如果常常发起善心 将来就得到解脱的 那么也可以由果推到因 就是说我们能够从恶当中解脱出来 能够常常去发善心 烦恼心当中解脱出来 所以这个烦恼呢 不再障碍 这个恶呢也不再障碍 恶业啦 所以这个我们业障 当中解脱出来 能够时时刻刻啊 能够时时刻刻啊 修善法 那么这个叫做圆因善心发 那相对于后面的 了因慧心发的话呢 我们圆因善心叫做福德啦 了因呢 慧心呢也叫做智慧 我们要成佛要福慧两足嘛 所以圆因善心就是说 我们能够修福德 然后福德之后呢 能够断恶修善 那么将来就得到解脱的 然后了因慧心呢 这个也是因三因佛性 了就是智慧明了 那么有智慧观照明了 这个智慧心发起之后呢 得到这个波乐的 就是以摩赫波乐 召见诸法 必尽空的意识 这个智慧波乐产生了 正因理心发呢 叫做法生的 正因佛性 叫做正因理心 正因佛性呢 也就是我们的法生啊 法生 那么这个理呢 就是我们的理体 我们众生的理体 本来是不生不灭的 他的理体 他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不增不解 那么这个正因的理体 能够发露出来呢 就成就这个法生的 那么这是讲出著了菩萨 他这个三心发 然后成就三德 所以三因佛性圆发 成就了这个三德的这个秘藏 那么这个叫做原因 了因 跟正因 因是在众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原因善心 有了因会心 也有正因理心 理性 有时候叫做原因善性 了因会性 正因理性 那么这个就是三因 所以像龟山禅师说 如果我们顿悟正因 他就讲这个正因理性 正因理性 如果顿悟的话 便是初晨皆见 就是我们能够 出于晨老的一个见识 那么这个正因理性 就有点像这个 任元经说 这个最初方便 以不生不灭心为这个因 这个因 然后才能够原成 这个不生不灭的果 那么这个叫正因理心发 那么成就法生德 法生就是法性 实相中道地义 实相法生中道地义 就是法生 那么主要是讲这个理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三德 那我们众生在凡夫的时候 叫做三丈 业障 业障解脱了变成解脱的 烦恼障解脱了就变成剥热的 如果苦障 暴障解脱了 苦啊 叫做法生的 那当然如果以这里所说的话 天台祖师说 业就是解脱 业就是解脱的 那么烦恼就是菩提 就是剥热的 那么生死的苦呢 就是法生的涅槃 他们是没有差别的 那么在这里呢能够知道说 他三心原法 在众生心里面知道 有这个三德秘藏 如此三德不重不衡 原在一心 发德本有 顾名出发心柱 这个三德秘藏 他不重不衡 原在一心 原在一心就是 圆满在我们一心当中 本来具有 发德本有 本有的这个佛性呢 就在我们一心当中 那么这个本来具足了 所以呢 叫做 原在一心 发德本有 驻发心柱 那么不重不衡呢 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七十四页 这里呢 后面有讲这个 不重不衡 七十四页倒数第二行 明之后虚先显体 就是说我们在四名呢 解释 经体经明之后呢 要显这个体 那么体虽法生必具恶德 虽具恶德还属法生 具恶德故非重 俗法生故非恒 不重不恒故成妙体 妙体贵己诸法中尊 一切万行之所归去 无量功德之所庄严 那么这个是讲法生的 讲法生耶 七十四页倒数第二行说 体虽法生啊 我们这个经的体啊 经明是佛说 泛网金菩萨心地品 那么经主要显的体 就是我们的法生 这个心地呢 主要就是要显我们的法生 那么这个体呢 虽然是法生 但是它必然具有两种德 波勒德跟解脱德 它同时还要具有 波勒德跟解脱德 虽然我们的体是法生的 但是它还有波勒德跟解脱德 那么虽然具有波勒德跟解脱德 可是呢 这两个波勒德跟解脱德 最后还是归属于法生的 跟法生的一样 那么具恶德故非重 俗法生故非恒 这个是重跟恒 重就是次第 次第 在原教里面说非重 那么在别教里面说 法生本有 波勒修成 解脱圆满 如三点水 三点水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说大海的海 一点两点三点 一二三三点 三点 三点是指的 叫做重 那么这个天台的祖师说 就像三点水一点两点三点 是要次第化 对不对 我们先化第一点 第一点叫做法生本有 法生虽然本来是有 但是要波勒修成 波勒修成之后呢 解脱始满 解脱才能够圆满 所以呢 他们法生本有 然后再修波勒 最后才修解脱 次第 次第这样修 那么这个叫做重 如三点水 点水这样三点 那么这里说 聚二德故非重 法生德当下就具有 解脱德跟波勒德 所以一心当中具有三德 所以说他不是次第的 重 次第而得 因为别教里面说 法生本有 然后波勒修成 解脱始满 他有前后次第的 那原教说一心法生德 同时具有波勒 跟解脱二德 所以他不是重 不是次第修 然后呢 属法生 二德都是属于法生 解脱德跟波勒德 他都是属于法生 故非恒 恒呢 就是互不相收 叫做恒 互不相收 在别教里面 法生是法生 波勒是波勒 解脱是解脱 三个互相不相摄 但是原教里面 波勒就是法生就是解脱 解脱就是法生就是波勒 那么法生就是波勒 那么法生就是波勒解脱 三个呢 是一体的 所以非恒 非恒 那么不重不恒故成妙体 那么这个不重不恒呢 所以叫做这个我们法生的妙体 那么这个不重不恒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次我们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 再用讲义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翻回来 刚才讲这个 六十三页 他说 如此三德不重不恒 缘在一心 法生得波勒的解脱的 他不是次第修的 不是说本有法生 然后在这个波勒修成 那么解脱最后才圆满 他不是这样子 他是法生当下就有波勒有解脱 不恒呢 恒就是彼此不相干 就是恒 就像我们三点水是这样三点 对不对 那么 那么 经论里面说 这个烈火的烈下面四点呢 是火 对不对 他是四点是狠的 那么 也不像他们四点是狠的 彼此不相关 那么 这个三德是不重不恒 缘在一心 缘满呢 就在我们一心当中 发德本有 顾名出发心柱 那么出发心柱呢 在这个原教或者别教出地呢 出发心柱的时候 就能够八相成道四线成佛 什么叫八相成道四线成佛 什么叫八相成道四线成佛 就是法华经的龙女成佛 龙女在正南方 转成男生 然后就成佛了 那么在祖师的注解 就是说龙女他就是出注的菩萨 我们别教里面就有说 出地的时候 我们看五十九页 五十九页第二行 六线前七远行八不动 九善慧十法云 出地用中道观 破一分无明显一分三德 正念不退 开佛眼称一切总治 行五百由循出道保所 百戒作佛八相成道 利益众生 这个是别教出地 他就能够四线成佛 所以他破无明正法身 他成佛眼 就能够四线作佛 当然这个佛是硬化佛 八相成道 八相就可以入母胎 驻兜率入母胎 然后降神世界 然后出胎 然后成佛说法相谋等等 那么这里六十三页也是一样 出租也是一样 出租跟别教出地一样 所以如此三德不中不衡 圆在一心 发德本有顾名出发心柱 那么这个出发心柱 也跟前面别教出地一样 他可以四线作佛 他可以八相成大 就像法阿经 龙女成佛一样 龙女成佛 那么当然龙女成佛 依这个祖师的注解 他不是就近的佛 他是出注的 别教出地缘教出注 下面说 从二注区乃至等觉 凡四十位 畏畏各破一品无名 各显一分三德 乃至妙诀 到佛果叫做妙诀 永别无名父母 那这个无名的父母 我们说无名贪爱 就是我们的父母 那么永远离开这个无名贪爱 就近登中道三顶 因为我们生死的话 都是因为无名跟贪爱而来的 所以无名贪爱 就等于我们生死的父母 所以就永别无名父母 就近登中道三顶 到这个中道的三顶 中道第一顶 成大菩提正大涅槃 菩提就是般若智慧 涅槃就是解脱的不生不灭 一切大礼大事愿 那么这里也是十圣观法 第一个观平等的法界 就是一切究竟的大礼 第二个发菩提心就是大事愿 第三个修定慧 子观就是大庄严 法阿基说 佛自助大圣如其所得法 定慧立庄严 以此度众生 这个大庄严就是定慧庄严 就是讲定慧立庄严 以此度众生 所以第三个就是定慧的大庄严 定慧圆满 第四个叫做大自断 大自断前面说破法片 智慧破烦恼 这个自断就是自德跟断德 自德就是般若 断德就是涅槃 自德就是能够召见诸法实相 断德能够断一切的生死 也就是我们大声说破五柱 五柱永亡二死永静 五柱烦恼都断了叫做大自 那么二死分断生死变异生死都没有 叫做断德 然后大片之 就是正片之 无所不知 这个就是士通赛 什么是通什么是赛都知道 就是大片之 大盗 大盗就是盗品调氏 大用就是这个正柱 这个正柱对质 要怎么样用正道、柱道之法 就是大用 大全死 全死就是前面自畏赤 知道畏赤的结果 那么全死就是像法华经说 畏死施权、开权显食 那么知道什么时候要用拳法 什么时候用死法 什么畏死施权呢 就是说当众生不能够知道实相 原理的时候就用拳巧 那当众生已经拳巧会了 就要开权显食 所以拳食要用 就是知道他的畏赤的结果 第九个大利益 就是我们前面的忍心 能安忍的结果 就能够利益众生 第十个大无柱 就是离法爱 无所柱 即是十观成圣 原己尽在于佛 就是说这个十圣观法最圆满最究竟 就在这个佛 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十圣观法 如果大家不熟 就是大家再对照一下 刚在五品位的时候 讲那个十圣观法 然后在十信位也有讲那个十圣观法 然后再对照这个佛果位的十圣观法 他们观的是什么 最究竟就在佛 原己尽在于佛 如舍那明静满 所以圆满报身叫如舍那 如舍那叫做静满 清静圆满 一切皆满也 然原教行人一名菩萨一名为佛 那么原教修行的人也可以叫做菩萨 也可以叫做佛 为什么呢 下面说 以创文原理能生元解 是明智及佛 是明智即佛 创就是粗啦 最粗啊 我们一听到 原教的道理之后呢 能够产生圆解 就是圆解 就是信解的时候 那么这个圆解呢 的人呢 叫做明智及佛 他能够对于这个原教他有了解 就是明智及佛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就像我们看第一页这里啊 第一页这里有个偶遇大师的图嘛 我们上次也不是说 偶遇大师的图嘛 连宗九祖诵 这个应该是应光大师写的 他说 忠诚 教义 两融通 所悟与佛 无异同 这是赞叹这个偶遇大师 他忠诚就是禅宗 以圣法 教义呢 就是经教当中 两融通 就是第一页有一个图嘛 一个画像 忠诚 教义 两融通 禅宗跟教理呢 两个都能够融通 所悟与佛 无异同 他所悟的道理呢 大开元解 跟佛没有两样 但是呢 霍业未断 油胚气 金语则化气前功 虽然他悟的跟佛也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 这个叫做明智己佛 他已经能够元解 大开的时候 那么他叫明智己佛 所以呢 刚刚不是讲的 原教的菩萨也可以叫做佛 为什么可以称作佛 因为明智慧的人 他所悟的跟佛 所以对于佛的道理 都几乎呢 可以说都知道 所以 英光大师赞叹说 忠诚教义两融通 禅宗跟教理 都能够知道 然后所悟与佛无异同 悟的跟佛是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叫做明智己佛 因为他大开元解嘛 但是呢 下面说 霍业未断由胚器 精语则化器前功 但是因为他的霍业啊 霍就是烦恼 业就是业障 都还没有断 未断 由胚器 胚器就是手拉胚 刚拉出那个模型 是有像佛像的样子 但是呢 还没有烧 对不对 叫做胚嘛 那么 精语则化器前功 你那个胚虽然拉起来像佛像 但是如果没有烧的话 你没有把那些杂质 或者说把那些水分烧掉的话 那么经过雨呢 他就那些泥土就化掉了 气前功 就是前功尽气了 就是转生以来 后来来世啊 隔音之谜的时候啊 可能都忘记了 过去生是什么人 过去曾经参产开悟 或者是学教明星啊 那么他可能会有这种隔音之谜 由此立修念佛行 劫欲献身出凡隆 所以他就努力的念佛 这是偶遇大师啊 希望献身能够出凡隆 就能够出三界 因为他虽然悟的跟佛没差别 可是他的祸益还没有断 怕下雨呢 就把他那个模型冲坏 苦口窃欠学道者 生西方可济大雄 所以偶遇大师他苦口婆心的 恳切的劝导 一切的学道的 学佛的人呢 往生西方才可以继承的 大雄大利大慈悲的这个佛啊 那么所以叫做生西方可济大雄 大雄就是子佛 所以这个是讲偶遇大师 那么这里说所属于佛无意统 所以他也可以叫做佛 我们翻回来 就是事业 第三行 然而原教行人 义名菩萨义名为佛 原教会的人呢 义原教修行的人 也可以叫做菩萨也可以叫做佛 为什么呢 以创文原理能生元解 是明智己佛 像偶遇大师他大开元解以后 他所物与佛无意统 所以也可以叫做明智己佛 但是因为他烦恼还 货业还没有尽 所以要修啊 下面说 外凡无品是观恨己否 所以要修 就像龟山大师说的 虽然呢 悟到自己的心性离体啊 但是还有无事